女公子 贼妃人数不少 女公子 女公子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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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放箭 放箭 现金已经用尽了 女光泽 上前就死 那也要看看是谁先死 女王子想谁 放开我 放开我 他们有防备 先撤 撤 妙妙 只有坚持下去等来援兵才能为阿妙报仇 他们抓住阿妙 只是为了费血我逼我就饭 应该不会杀了她吧 今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不必再为阿妙的事自作 即使是你三叔父在 也未必能除去 之前阿妩 随阿妩在外挣扎 是不是也会遭遇到这样的情况 自己的性命生死一线 身边的人也会随时没命 生逢乱世 人命如草剑 忽义人为自身 忽百人为乡下 忽万人则为天下 也正因生怀苍生 你阿妩阿妩当初 才会留下你池原古城 只因他们身负众人 要结束这乱世 女公子 如你所料 我方才去看 他们受伤同伙 果然全被救走了 那些贼妃 进宫撤退有序 不太像是寻常贼妃 你们早已将财宝丢弃在路上 他们为何还要再吹 他们不是贼 还是兵 若是兵 何故要追杀你我 你舅公牵手的军蟹一案 那批军蟹很可能 已经运往了属中 圣上得知后 打算吸血一番 我记得林伯爷与我说过 舅公圣案的那批军蟹 运往了属地 属地归顺多年 囤积军蟹 定是升了二星 如今圣上 正在西巡 他们干脆 一不做二不休 想要刺杀身上 我猜我们定是在路上 撞进了他们的先行赤猴 所以他们怕事情暴露 才想杀我们灭口